你不懂他歌詞想的是什麼 那種苦澀的沙 就在你旁 你真的聽過勒 我當然聽過啊 就是 你又接近你自己 他所談的事情 那種苦澀的沙 那種東西就是 你身上真的是心痛過 所以才知道 在身上比較刺痛 那這個不是臉上 那是心裡面的 OK 那你會在追求自己夢想的過程當中 你發現 你不會得到大的晉得支持 你不會得到市長的支持 你也不會得到 所謂的家長的支持 所以你還有太多太多家長的 還會所謂的家長的辭責 然後你會追逐你夢想 可是你的夢想經常性 是跟祖母是不一樣的 我記得一件事情 大概是在 應該是在11月吧 現在也可以好久的 我記得他11月的時候 他的電腦是被我整個摸索的 11月09號 我還記得 09號 我記得 他只講個東西 你是叫師父嗎 還是什麼 蛇蛇 不是任何東西 這是一個問題 你知道他是 他是連接大的 所以他會有師父的 他會有師父的觀念 可是後來發現 很多事情 我以為我是對的 可是經過一個幾日之後 我發現我也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他那時候 他應該是要 就是我們會想說 他敢會考 會考 然後每天都花 就是花一兩個小時 他會去研究 研究那個電玩 他會研究那些電玩 然後怎樣 會去錄 他會研究電玩 然後去錄製 那個電玩的所謂 關鍵 就是所謂 這個遊戲的關鍵點在哪裡 他會去分享 可是你剛剛我們在 會再一額二額 看到這件事情 你發現人家美國 他們會去 會去鼓勵 就還是做這件事情 那小孩子 他沒做什麼 他只是把那個 所謂的 鼻視裡的玩具拿起來 玩 分享 人家一收入 達到多少 也達到台灣 對不對 小孩子而已 他不就是 這是事情 對跟錯 我就發現事情 我們正門 我們正門淺顯的 見識裡面 我居然去做些事情 去 去評斷說 他這事情是錯的 好 實際上 我就是 在這陣子裡面 感受的事情 我對了嗎 我前陣子才會PO一個東西 我們常常用 用起我的見識 去評斷孩子的未來 對跟錯 可是我們知道 大環境一直在變 一直在變 到底什麼東西 對孩子是好的 什麼是壞的 還有 你不是他 你怎麼知道 他的偏分在哪裡 那這個是有生命的話 這個應該點進去 是蠻容易的 你真的要放 你知道什麼 蛤 等一下 如果我想順不順 有 東西出來 挺好的 嗯 兩分多鐘 放近點 你真的要放 你真的給我放 都很想不上 你真的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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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將會 然後 你給我 但是呢,在生物的演化中,我们知道人的生物力是有限的 一个人如果能活到九十几岁,基本上是抢收到后面的地步 而生物的演化,那是上百年上千年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一个科学家不法提前见证生物演化的过程 可是如果没有需要证据,毕竟生物演化和生物在实践式里面 花一四十年就可以更正 从生物举重的角度来看,从华士的研究和比对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公生物大致,不够到和样貌,也能了解生物演化的立场 那啊,会成这么久,公生力强的重点就好了 生物的花生对我来说,就是像沙漠的沙漠里面要做什么,多少时候 在这个影片里面翻身月领巴生症态,不是啊 经过我细心的准备,把我报告,化石分的表达里面给大家这么简单的介绍 第一类是实体化石,所有实体化石呢 就是生物死后的残骸中的骨骼、压身等 坚硬的部分被包卖在泥下中,只有实际堆移 而双方泥下整整堆叠形成坚硬的岩石 跨过着生肉后,已经有压力结晶交集后,新增的化石 就像这个菌石的化石,虽然长得不太好分,但是足够说明这些 或者有些生物的实体化石,因为生物死亡后就保留在被冰封龙的银架 是不容易被吸菌奔血,所以可以被保留下来 西瓜利亚当初发现的这个某某好像就是个默色的椅子 再来我们来看另外一种化石 生肝化石 指的是生物活动所得下一个爬海的鸡 基本上为什么创业巧克力也是在沉寂物里破坏的方面 虽然不知道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但是基因化化石本身的定义 照理来说已经很让我们对生物氧化有大致的了解 为什么呢,听我嘴巴了那么久 其实化石本身就是生物氧化的一大证据 如果讲到这里,你还是不了解 那就转一遍回去看吧,我有我的规定了 你出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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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看到蛮酷了吧 请大家五月去逢角大学那场生物化吧 冷静 所以我们就正在发现事情 当我们用我们的观点去看孩子 我们必须限制他什么时候 可是发现这些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阻挡了孩子可能发展的未来 我们会知道一些事情 事实上 这个不用 删到什么 好 这个 我用这个 这样不会删到 OK 那么记得一些事情 长久以来的话 我们大家都错误认为 事实上学习数学 就是要先了解定理证明 背诵 套用公司 然后熟悉立体操作 事实上这种方式 我们会很明显的事情 就是这样 提孩子的不断的练习 OK 那我们还是提一下 来 看一下这边 他们做了什么 事实上 真的蛮花时间的 看一下这里 这个是他们 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点 我们是这样 在上三角形 内角外角 在整个课程中间 事实上 我们写这个东西 201503年到 20150413 事实上 我们在3月29 我就已经贴上去 那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在这两个礼拜过程当中 我们本来就有一个中心的课程合计 一个中心的课程计划 那我们怎样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在种种 其实你在种种过程中 你对孩子 就是你从设计 一直到中心的 都会推动 事实上 我们要花蛮多时间 去做一个 像这边的第一步的话 那这边的话 就像同学所说的 事实上 他们在图这件事情的话 他们第一个动作 是先用所谓的 Gearboard Gearboard 一个电脑绘图软件 他们会把课程 一些立体 真的这样 去用绘图去画 去画出来 那这边实际上 如果点进去的话 是可以看得到 这边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 这 他们所画的东西 就跟什么是一样的呢 他们所画的东西 其实实际上 跟课程那样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 它是一个发现数学的过程 也是实验数学的过程当中 这是我们了解数学当中 非常重要的 叫做实验数学 因为实验数学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让孩子相信 所有的三角形 内角合 是180 所以内角跟外角加起来 就是180 所以外角性质 就是不相邻的两个角 像这样 我们通过它的实际操作 让同学去相信课程 是真的 OK 那再来我们去往下看 再来我们的第二步的话 我们先认识数学 今天这个会比较 我实际上认识一下 他们为什么说 我们都 他们为什么会说 我们都在玩 像我们的第二步的话 这第二步的话 就是这样 让同学的实验 他们就开始把课本 他们所发现的事情 这样 发现事情的话 我们就会开始 做主题 主题的证明 那事实上我们开校 这边所说的话 事实上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事实上孩子 不是天生 就懂得说话 如果我们在平常 在小学 在中学 不给他们舞台 你再怪罪他们 你是怎么去面试 为什么不好好说话 你有帮助他吗 这是我们必须要在 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总是责任他 总是没有思考 过我们 到底该做什么 好 那事实上 孩子也不是天生 懂得归纳 可是我们知道 当我们要训练他 懂得归纳 去整理过程当中 这一定会有一段时间 必须要去挣扎 因为他们 就会必须要花多时间 去传播 那都是必要的 可是我们会 身为家长 这种东西 这是在浪费堂的时间 可是我们 出去社会 我们今天不管是 所谓的 你可能在房中业 你可能在电子业 你怎么可能一天 就会知道怎么卖房子 你在保险业 你怎么知道 一天就可以卖出好的保险 你没有经过广方的涉猎 你怎么知道 顾客要什么 你只能知道 在各行各业里面 它真正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都必须要知道 好 有些事情 我们真的是到企业 我们去工作之后 会明白一些事情 很多事情 不是像客人 说的事情 一定用你的生命 用你的时间 慢慢去揣摩 你才会了解 那 什么叫做求知 什么叫做知识 什么叫做结论 结论 有些时候会是这个样子 你成功了 你的运势好了 在那个时间点 所以你成功了 可是有些人非常非常的努力 可是它伸展在不对的年代过程当中 它想要成功 也未必 会有机会 所以在现在这种年代里面 应该是这个样子 哪怕它非常不认真的读书 考上了所有它所有的名校 会考一个问题 它那些所学的东西 跟未来的社会的结果 是那么的遥远 它是那么多遥远 它后面这边太数学 所以你会发现 当媒体的公司的部分 事实上都会由同学上来做 你看那个背影的话 实际上如果我打开 我打开那个所谓的 跟同学的对话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在 是在大概八月 在八月之后 孩子刚入床的过程当中 他跟你对话 他认为他 从英尼提到现在 他非常不喜欢数学 他通常都是这样 非常不爱数学 所以他事实上 一开始就告诉你 他不要数学 可是你发现事情 后来孩子会自动 主动去上台 去做分享 想要自己的种种想法 我想这都是 我们在跟他们 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那我们怎么做 孩子一开始 绝对不敢上去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在这个过程当中 赋予他任务 那任务的话 会从最简单的 一直到男的部分 当他的信心 慢慢被建立的过程当中 他会相信自己做得到 我想这是在课堂上 我们如果去做差异化 就是对学生去做提拔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先让他相信他自己 如果你做不到他相信自己 你在Bund教学技术 对他来讲 根本是做无误 你送到五习班 他是一流的 好 你要发现事情 当他五星的时候 你再给他带好的教材 再给他什么东西 你都做不到 所以你会发现事情 我们对小孩子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不跟小孩子交心 你永远就扮扮演那个黑脸 我也知道 你不喜欢扮演这个黑脸 可是我们的经常性就是 你扮这个黑脸 扮习惯的 你那个执行带 你经常性打不下 你那个想法 反正就是一个扮黑脸 一个扮白脸 有需要吗 事实上不用 像我们在课堂过程当中 应该是经常性开玩笑的 我们说我隔离文导师 接连时间 然后不要留什么 那什么设计 宣布要做什么 那是数学课 好 那同样的事情 现在可能下课 他们犯了非常 老师会震怒的事情 可是现在总想的 现在是数学课 你要处理吗 当然是不要 你千万不要处理 数学是数学 事情是事情 为什么不要当下处理 因为你身为老师 身为家长过程当中 你第一时间觉得是震怒 可是震怒的过程当中 你真的知道事情 发生的原谓吗 我们为什么不要利用 这四五十分钟的时间 做一件事情 我们透过很多同学的 互动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去透露 到底刚刚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有这么长 四十几分钟的时间 为什么不要用 你为什么急着上课 或者上课这五分钟 去处理这些事情 那真的是最重要 最需要的吗 不一定是最重要 那问题是最重要的 所以是在我们身为家长过程当中 我们要经常做这些事情 你身上 在不同的时期 你要跟他说清楚 你本来就扮演不同的角色 也不要说父亲就当什么角色 母亲就当什么角色 我觉得没有必要 孩子都懂 孩子都懂 你当你拿起什么书本 或者什么时间点 规划好 那时间 你就知道爸爸会严格 就知道爸爸这件事情 是在乎的 把你的坚持放在孩子身上 他会懂 他自己会熟 最可怕就是你在 你一直扮 就是麻木的扮白脸 麻木的扮黑脸 那孩子就真正会漂浮 谁在的时候做什么事 那谁不在做什么事 我们为什么 不要有一个死心蛋的时间 当我一个指定下去的过程当中 不管父亲说 不管是母亲说 事实上 我们都必须要达到 我们要达到的努力 这只是我们所说的 人生 你必须要 在什么事件过程当中 你宣讲的事情 它是有效的 我想这是我们在教学上 那后面的部分 就真的太数学了 那这边的话 没有 这部分的话 事实上 像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 每天就做考的 那事实上 事实上前三天 最重要的是 所谓的归纳 跟收敛 那我们事实上 刚好四天的年假 我就让他们每个人出一张 所谓的做考的考卷 那当然 中考的考卷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孩子在意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第一天就出考 就会花时间去做考卷 那可能他非常在意 甚至他引起新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他整个四天 全部就在出买这张考卷 可是我们会发现事情 当孩子真正认真做一些事情 过程当中 里面他所产生大脑的複助 来发生清理的变化 但包括种种对国籍 对归纳 所有东西 所有东西 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那是一个 我们训练他们完成 一个任务的 一个重要的历程 有些时候 就趁这时候 架齐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过程 事实上 他们的架齐 我不喜欢常这样 出功课 可是这次 因为刚刚要来 要考中文课 所以有些时候 都非出顾客 那我又不想说 違反了我的承诺 所以我就出了不一样的功课 结果他们花更长的时间 哈哈哈哈 但他们就只好怎样 他们本来小时 不然他们应该是本来就是 这样子一直多 花一两个小时 在这上面就好了 结果有些人 花了一二十个小时 那所付出的 是将近 十四倍 可是他们的知识过程当中 是一个 是一个所谓 归纳好 一个收敛的一个过程 那他们最后 那个王一者 真的很蛮 蛮厉害的 我只能说变态 你必须要使用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我再来播一下 好 可喜欢的 这个有点 好 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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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刻 我正在有点 好 就是 这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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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下一个 那这个脚 那这个脚 这个脚 这个脚 就是 这个脚 这个脚 那一條 那一條的話就是腳踢一樣 那一條的腳踢 那為什麼呢?就是不會用這壺圈的線 不會用這壺圈 那這裡就這樣 這裡 不會用這壺圈 這裡呀 這裡來這裡 不會用這壺圈的 好 再來第三個 這個腳踢呀 腳二 不會用這壺圈 這個 換這個 會用這壺圈 這樣 這裡呀 這裡 這壺圈是可以合適了 妳要發現一些事情 事實上妳在 他們 別多管教會講 怎麼我再講一句話 反正那個 那個 那 小韋蛇在不在 都沒差 那他們就是 反正 反正現在情況就是沒有這樣 禮拜我去 去教育局 去做那個資訊 資訊的那個 資訊評審 那我就整天都在 反正他們早修 他們照常的 例如說 午休照常的 例如說 午休照常的 例如說 有些人很可能 還沒有意思 照老師 他肯定是 你看 應該都知道了 只是沒有牆內的意思 會讓我說 老師有來 跟老師沒有來 不過他們有講究 他們有講究 因為那天 那天有數學代課 他說今天 其實整天只有 這個時間不一樣 什麼課 還好那不是我 OK 所以他們 這是整天的差別的話 所以你對他的 在這些所謂的 班底經理還有數學課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他們 也發現 同他們話也 他們一天裡面 事實上還蠻戰異的 一堂課的 可是平常會蠻不會 因為你每天跟他面對 他也可以講 老師怎麼樣怎麼樣 人類還是亂抱怨 等你有一天你消失了 你不在他身邊的時候 他事實上就會感覺到了 不過很多事情都這樣 就是一年過去 兩年過去 三年 畢業之後 他們都 真的跟我 生命蜜 生命蜜 你把你的事 我都只在那邊跑來 只在那邊跑來跑去 就是你 他們通常過 離開了這個環境 到了下一個環境的時候 他們才會真正的 如果我們會教他們一件事情 你不要 你也不要 你也不要去埋怨未來的東西 你也不用希望 夏老師一定可以給你什麼 你未來出去工作 在過程當中 你本來就不知道 你會遇到什麼老闆 你也沒有那麼大的本事 你要放這裡放到這裡 自由選擇 是吧 所以你在這過程當中 你本來就會遇到不同的老師 你本來就會遇到不同的任何老師 你不可能在你選擇 不喜歡的過程當中 你就選擇放棄或做的東西 最後損傷的一定是你自己 因為老師不會幫你 就是你未來路上 老師不會幫你 負責任何件事情 這是他們的壓短的 所以他們在我們 彼此到了國三 或快結束的過程當中 通常會不會讓他們 做這樣子的話 就提起來 讓他們慢慢轉換 慢慢習慣 要不然他們到高一 會有種種種的 種種的不思議 不過不錯的 那些高一的每天 只有每次 每天都給我的話 就是老師你要堅持 因為我以前那時候 那時候7分的話 我都比這個給他們 就要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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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熱推的過程當中 我們這幾年 這是這幾年所遇到的 絕對不會是你現在所看到的 這些一副風光的東西 這絕對都是表面 這就是表面 OK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邊 好 那再來的話 好 再來 這個 這個都不重要 因為同學都已經講了 事實上 他們在晚的過程當中 他們對數學不在畏懼 他們在晚的過程當中 他們會真的去認識數學 OK 那這是我幫他們設計 幫他們設計的教案 當我們認識一個數學的過程當中 請萬不要認識 不要跟你們講 這是對波浪器的高化率 他所發現的數量 一一二三 一二三五八 可是我們多數 如果有空去聽課的話 就真的是這樣 他數學是從定義來的 可是我們知道 數學的定義 一定是生活上 所發生的事情 所觀察出來的 所以才會產生一個定義 因為他經常性能不變 所以會產生一個定義 好 這是所謂的公設 那在公設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有發現 在英文過程當中 會產生的種種的現象 那些現象 我就把它當作公設一 公設二 公設三 所以事實上 你可以 我們可以透過 比較簡單的 透過比較簡單的 把一些遊戲 讓他們去認識好 好 這個是所謂的 菲莫娜卿 它認為兔子 兔子的話 每晚兩個月之後 這樣就會生小肚子 可是這個肚子這樣 不會死掉 請問你經過一夜之後 肚子會有多少 那這是我們所熟悉的 1 2 3 5 8 13 21 所以我們用會非常非常簡單的 讓他們去認識 不過他們經濟這個過程當中 應該是也沒有這麼的 也沒有這麼的歡樂 因為他們必須要 重點必須要 小組合作 去討論 然後有些時候會被叫起來 會緊張 就是種種的東西 我們必須要設計很多很多的情境 來處理這些 OK 好 再來 繼續往下走 再來 我不要當主角 他們才是經驗主角 因為我們才也是 所謂的翻轉 台灣有很多的 你的教育理念 你講再多 都是你在講 可是你們 我們要發現 今天你真的會聽到 他們經歷的什麼 OK 那就是我們所說的 透過合作學期 來玩數學 OK 那事實上 待會的話 再來應該是 好 再來 再來我們請 林漢鑫同學 上來分享 對剛剛的 剛剛的這一段 這些都是 他經歷的 OK 李翔你記得 你比例就好 敬禮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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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就好